POP 抢先报 我们要来谈的是这本书 亲爱的其实那不是爱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这个 资商心理师苏炫慧 哈喽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炫慧会写这本书 应该是看到身旁很多人 紧紧抓了一个东西 以为那是爱 可是其实在你这个旁观者亲的角度来看 觉得那根本是你应该放掉的东西 是不是 我想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确实很容易可以听到许多人 在一些感情关系中的执着 我相信在生活中一定也有很多人听过 自己包括其他人的一些感情的执着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会更容易去听到这个部分 那当我在听的时候 其实我有些时候听到 他们关系里的那一些细节 就发现里面其实都是在折磨 相互的折磨 或者是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一听 真的是很清楚的听到 这个关系已经是空的 包括没有互动 可能一天也不到三句话 就算今天你真的生病不舒服 待在这个人的身边 他也没有一句问候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 当旁边的人听到都已经是空洞的关系 何以一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面对 跟承认这个状态 那这就是我这本书想要探讨的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 他可能觉得 除了爱之外还有习惯 我习惯了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习惯了屋子里头有另外一个人 哪怕他不跟我讲话 是 这就是确实 我在这本书一开始 其实就谈到说 好多人都因为这个习惯 那即使我们当中的关系 其实早就没有所谓 爱的那个内涵了 比如说我们在讲亲密关系的时候 其实会讲到像信任啊 那当然安全感是必备的 但是某一个部分就是 你会感觉到你在这个人面前啊 你是可以做那个最坦诚的自己 甚至你会感觉到那个心跟心之间 一个关心也好 或者在乎也好 是那种情感上的一种流动 可是当我们因为习惯处在一种关系里面 而这个关系本身是空洞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为了要撑住这种空洞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内耗的一种状态 所以到头来 这个人并不只是在这个亲密关系里的失落 其实往往他会影响的包括他在生活中 还有跟其他人际方面 他会感觉到有一种 一种虚空 或者是有一种 因为你自己长期撑住一个不诚实的状态 有些时候你也不敢真正去面对 你自己内在最真实的感受 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越火越觉得 有点像是一种空乏 或者是其实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你知道你刚才讲的让我想到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这个有天要结婚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为什么他选择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然后男朋友追求者很多 他说为什么他选择这个人跟他结婚 他说因为这个人是唯一一个 他敢不化妆跟他出门去的这个人 因为他觉得说他可以跟他在一起 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 是 可是当然我相信顺慧讲的绝对不是那么肤浅的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注重你的礼仪 礼仪啊什么这些的 而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在他面前很easy很放松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有些人会讲说 那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本来也就需要 就是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需要为他稍微迁就改变一下自己啊 那敢不对 其实那个就是一种有条件的爱 那当然有条件爱是非常广泛的存在在 我们大部分的人际关系里面 因为小虫我们从父母就开始了 对我们可能就有一些条件 你得要先成为什么或者是有好的成绩 我可能才会给你一点关注 那当然到大一点你有朋友了 有师长了 也许你也要学业表现得很好 或者是对朋友的表现很好 那朋友才会关切你 但是到了所谓的亲密关系 我们最终还是有一种渴望 跟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很深的需求是 可不可以真的在世界上有一个关系 有一个人 他真的是让我可以在关系里面最安然的做自己 那这个里面就强调就是说 爱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叫做接纳 我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我觉得我是真的被接纳 不管我有好的面貌 不好的面貌 别人到底欣不欣赏我 喜不喜欢我 我在这个人面前 我都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一定会被他做一些 包括批判 或者是做一些拒绝 所以这种安心安全信任的关系 其实是亲密关系里面 一个我们能够感觉到那种爱 最自然而然的那样子的一个历程 OK 好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要谈的是说 旁观者看得都很清楚 可是当局者却迷得不得了 那但是你有教大家 怎么样去自我检验 到底你现在所拥有的 是不是一段爱 还是其实是对你是折磨的 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POP抢先报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三十三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王永和 现在现场跟我们在一起的是 这个心理资商师苏炫慧 因为他最近出了本新书 讲的就是爱 那他的标题是亲爱的 其实那不是爱 很多人会说 怎么不是爱呢 他跟我生活 然后跟我在一起 然后这个我生病的时候 他也会带我去看医生啊 照顾我 或者我也会帮他做这个 做那个 他也会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都不是爱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习惯当作爱 但是爱里面呢 并不只是我有没有被照顾 或者是 我有没有跟一个人生活中 好像每一天都应该在一起 那一种从早到晚的关系 其实爱里面需要的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一种理解 跟一种倾听 有些人他虽然会有照顾 我有赚钱就好了 我有把钱拿回来就好了 那你当太太就应该要怎么样 你就是应该要把家照顾好 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或者是我们的小孩 甚至小孩的功课 小孩乖不乖 小孩听不听话 这都是你的事情 我们可能很容易用角色责任 来做一些所谓一个 共同生活在一起 共同体的一种感受 可是问题是今天 我们之所以成为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还是多多少少 跟于家人关系 亲情关系 还是不太一样 你不会特别觉得 你跟爸爸或妈妈小孩 有一种亲密关系 可是你会觉得 在这世界上 是不是有一个人 跟你在心灵上面 其实是可以去相通的 可是我这样讲 炫慧 会不会你这本书出来了以后 反而让一些人的婚姻起了波澜 我本来就过得好好的 虽然没有说 特别特别的满意 但也没有到不满 很不满意 对也没有到很不满意 就是你这本书 我看了以后 才发现说 原来他不是爱我的 原来我们之间的不是爱 其实不是 这本书真的不是 要让大家去 去怀疑或质疑 因为其实是不是 爱你心里面自己就知道 比如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的孩子 他们看到父母好痛苦 每天爸妈在一起 就是吵架争吵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对打 那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 除了就是觉得惊吓恐惧 到最后慢慢的漠然 慢慢的没感觉 可是到后面觉得说 你们这样撑下去 其实也撑得很辛苦 我们看了也很难过 很多小孩都会去跟父母说 你们要不要干脆就分开好 离离算了 但是反而是 他说快 对 反而是妈妈说 没有我是为了你们 我要让你们的这个家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真的你知道吗 我听到一些的个案状况 有时候朋友之间是这样子 就妈妈就觉得 或者爸爸就觉得很委屈 说我是为了你们孩子 可是孩子根本不领情 孩子觉得说 拜托为了我 你不知道你们离离 我反而还比较 觉得轻松一点 是因为其实争吵 冲突 甚至是一种 我们说的情绪上的威胁 其实都是一种 很大的折磨 在我们精神层面上 都是很大的折磨 虽然我们感觉 好像旁边都有家人 或者是 对 确实都有人赔的感觉 可是那个赔 是赔得很没品质的 所以这一本书 其实是要再说的是 你不要因为 有了一段关系 你就蒙着头 不去问自己的感觉 也不去问别人的感觉 反正你觉得 形式上我已经做完了 比如说我已经办完 结婚仪式了 我已经生完孩子 好像有一些人 其实就是在关系里面 他觉得 反正这个任务 我也做到了 关卡我也做完了 其他我都不理了 我也不管了 所以我在说 很多的关系 其实不是从一开头 就要慢慢的走上 那一种 最后的那一种 好像非常耗损耗尽 其实这个耗损耗尽的结果 其实都是 从我们在过程中 就自知不理 所以这本书 其实是要说的是 你要不要来 检视一下你的关系 这一段关系 到底现在怎么一回事 而且我觉得 炫慧 虽然刚才提到婚姻 婚姻 可是我其实觉得 在走入婚姻之前的男女 更应该来看看 就是说 是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 男女朋友的关系 其实他就是已经 一个很不对等的 或者是非常 只顾的关系 没错 就是因为你习惯了 所以你就说 好吧 那接下去 那就进入婚姻吧 是 蒙着头就进去了 对 所以 那好 大家可以怎么样的解释呢 其实有一些 我还是会认为说 每一个人 其实还是要能够 扪心自问 所谓扪心自问 就是你要诚实 就是这一段关系里面 它到底是让你 感觉到你的活力 更多 更好 然后你更觉得 你是对这个人生 有更爱自喜了 对 有希望 你对自己是喜欢的感受 还是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反而觉得自己 越来越自卑 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 好像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如 甚至你觉得在一个关系里面 就变得很卑微 好像都要求对方 求对方不要生气 然后求对方 你有沒有看见我的付出 一直在那种 渴求 或讨好的状态里 其实这个不平等 不对等啊 你现在也许 你觉得你还可以忍受 可是你要想到的就是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事情 很多人到最后啊 其实你就会发现 它不是精神上面的一个生病 就是身体上的一个生病 往往就是 其实大部分我们人 人上面 人身上那种不平衡 多少都跟关系有关 你关系上的失衡跟空洞啊 是势必会对我们的心理 产生一个莫大的 一个精神压力的 刚刚提到说 你会不会在这段关系里头 觉得你越来越有活力 更喜欢自己 我其实觉得如果 对方是欣赏你的 他会让你看到你的优点 对不对 那因为你的优点被看见了 你当然自己也就会越来越喜欢自己 而且你也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是 因为为了他 为了你自己 都会愿意成为更好的人 嗯 好 那可是如果 看了这本书之后 发现说 原来那不是爱哦 那怎么办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这么久了 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儿回来 继续请教 POP 抢先报 哈喽 时间是中午的12点42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跟我们在一起的是 心理资商 是苏炫慧 来谈谈他的这本书 亲爱的 其实那不是爱 很多人在 以为是爱的关系里头 待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然后 发现了那不是爱之后 然后呢 然后应该勇敢离开吗 还是 可以试着 想办法把那个不是爱的爱 那个关系 把它变成爱呢 呃 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都不会是 马上发现那不是爱之后 就马上放弃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都有说 不要放弃 而且我们是 劝和不劝离的文化嘛 所以 其实我会发现 很多人 呃 他并不是马上就会觉得说 一定要用分离离开来 作为一个关系的处理 嗯哼 其实大多数的人 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如果当你是那种 觉察这当中 有状况的人 通常这样子的人 通常都会 非常的负起责任 嗯哼 他会努力的想办法 嗯哼 他可能也会去 找心理諮商师 嗯哼 他可能也会去 咨询一些相关人士 嗯哼 他甚至也会 不断的邀请对方 嗯 我们是不是要来 开诚布公 嗯 我们是不是要来 把彼此的关系 谈一谈 说清楚 嗯哼 可是往往我看到就是 通常都是关系里的 其中一个人很努力 嗯哼 可是关系中的 另外一个人 置之不理 嗯哼 所以我也觉得 这就是一种现象 嗯 只是我们可能 过去还是会 不断的说服自己 特别是我们 很不喜欢一种感觉 叫做失望 嗯 跟失落 所以自己 拒绝去承认说 他其实是不理的 然后告诉自己说 他太忙了啦 他太累了啦 对 我是比较多体谅他一点 嗯哼 我们就会有 无限无限次的 这样子的说法 那当然对方就会发现说 哎 其实你每次念一念 讲一讲 啰嗦一下 嗯 啊你还不是自己 就过好你自己的日子了 嗯 啊 所以其实对方 没有 没有真正的去 听到你自己内心 到底在为什么而苦 嗯 或者是他可能 也都感受不到 因为情感上 没有跟你连结 他也没有真正的 感受得到 你为这一段关系里面 那一种 已经耗损殆尽 其实你很需要 得到对方的一个 爱的回应 可能这个人 都没有真的用心 在跟你连结 嗯 那当然刚刚那个 汪姐你说的很对 就是有些人在交往的时候啊 其实就已经 布成了这样子的 一个结果 嗯 一开头 其实就已经是 这个模式了 所以当然 这不是他努力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就可以翻转 这个结果 因为一开始 可能 我们进入关系的时候 就带着某一种 内心的 一种空缺 或者是内心的 我们所谓的 你的早年的 一个空洞 嗯 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 很多的女性啊 其实在自己的家庭的经验里面 或者是在自己原生的生活经验里面 总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不是那么受到关注的 嗯 可能自己 呃 就是比不上手足里的某一个人 嗯 总是怀疑说 哎 自己的父母是不是比较不爱自己 比较不爱我 然后就会心里想着是 哎 这世界会不会有一个人 其实是可以真正爱我的人 嗯 就会在等那个人 嗯 我们就等待一个人 等一个白骂王子 对 或者是白雪公主 对 对 等一个真正懂我爱我的人 嗯哼 那所以当如果今天有一个身边的人 后来他的生活的场域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只是稍稍微的对他讲了一句说 哦 那你一定辛苦很久了 哦 他了解我 他懂我 那你是不是就会飞而扑我 嗯哼 嗯哼 对 你就会觉得说 哎 哎这个就是他懂你的一个sign嘛 一个讯息 很多人都是为一句话感动 然后就奉献一生 嗯哼 对 可是其实根本还没有认识这个人 这叫一句千金啊 哈哈哈哈 真的 就为了一句话 嗯哼 刚好那句话 刚好打中你心里面要的 那一个部分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认识一个人 所谓认识一个人就是 他的性格 我们所谓的性格里面 也有他的正面光明面 但是不会有人 绝对是永远的阳光王子 或者是永远的阳光女孩 嗯 一定里面有一些事不为人知 甚至你需要透过时间历程 嗯 慢慢才会去碰触到的 对方的真实面貌 嗯 可是很多人其实是 还没有认识清楚 就进入一段关系 而且是那种非常激情的 天雷沟通地火般的进入 嗯 进入之后 等到他真的已经觉得 非要这个关系不可的时候 他才发现对方的很多的行为举止 跟很多的面貌 根本就是跟他很不适合 甚至是根本没有办法 在同一个频率上互动 嗯 可是这个时候又分不开 嗯 因为感情这种东西 特别是他负有一种 依恋的需求 它有点像是 呃 当我们有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里面都会有点像是 好像上瘾了 嗯 或者是有点像是 呃 吃到麻药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有点舒服 跟有点那一种迷茫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当你已经有点上瘾了 对这段关系 即使这段关系让你受苦 也不一定分得开来 嗯 这是很多人之所以 为什么说明明知道状况已经很糟了 那是什么 那是个未知 确实 可是现在至少这是已知 那已知的 啊这样子也就过了那么多年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告诉大家 你们其实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画一个成长计划图 来帮助自己 去告诉自己说 其实未知没有那么的可怕 是 我绝对相信未知没有那么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看你都可以生存到现在长这么大 你一定有你的能力嘛 对 而且你过去一定也遇过很多的逆境 你也遇到很多的挫折 可是你也是从那个处境里面慢慢走过来 而且当中你一定有获得 你的能力上的获得 你智慧上的获得 可是有些时候人们是这样 我们不敢肯定自己 嗯 我们总觉得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跟别人的掌声 然后一定要有依附在别人的认同里面 我们才觉得我们真的好像够好 可是你要我肯定自己 我就觉得说 那个很忽 就是忽然的 就是常常就是有 又好像没有 忽有忽无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要我肯定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 我觉得第一我感受不到 第二就是我觉得好像都是 都是要别人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你在某一个部分啊 你就是可以给自己一个静下心来 你真的想想看你自己 我常常会说 也许你就会在闭上眼睛静下来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一个自己 那这个自己是从未来来的 那如果你也许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年后的自己 也许你现在可以先看看 镜子中的自己啊 现在的状态 也许你很疲惫 很憔悴 可是这并不是只有 你现在的你才是唯一的你嘛 你可能你看过自己很多不同的面貌 那如果你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那个期许是比较往好的方向走的自己 甚至看到一个真的比较快乐的自己 你觉得在一年后 你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把它写下来吗 是你可以想象中把它写下来 三年后的自己 五年后的自己 赋予自己一些 自己觉得可以实现的期许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某个部分 你要用正向的情感来连结自己 就是你看到你自己一直在受苦的漩涡里面 如果今天你真的能够离开这个漩涡 你觉得虽然你有所失落 但是你一定也同时间获得了些什么 你怎么样去能够真正的看见那些获得 可能是真正更有益处于你的生命 你能为此去付出你的力量 你刚才提到说写下来 你希望自己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的面貌 就说你把你的想望写下来 然后去看一看 检视一下 你现在的生活轨迹 能不能够引导你 到五年后的自己那样的面貌 如果不行的话 应该做些什么改变 就是实际上的 实际上你知道说 你也许就是需要更多的去接触某一些资源 然后你要让自己更获取什么样的能力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只停留在恐惧 恐惧是很引发焦虑的 可是恐惧跟焦虑都在提醒你什么 你现在的装备不足 你怎么样去获取 能够让你自己内心更有信心 或者是更有安全感的一些装备 可是不是只单靠关系中的另外一个人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终止了关系之后 会自怨自哀 认为说都是我自己不够好 所以我造成了这样子 或者是说指责对方 我对你这么好 然后你还这样子 万恩负义 对 然后让我们必须走到这一步等等的 所以你觉得其实要能够 彼此祝福也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我会发现啊 很多的那种失落后的关系 分离后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断停留在那个 指责对方跟自责自己 或者是自怜 自责跟自怜都会发生 但是你会发现 你永远无法真正的 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漩涡 因为其实你那个 很难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同时 你会很想找到罪魁祸首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无限的放大 对方的那个罪恶 可是同时间你又觉得 应该要自己检讨一点点自己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去攻击你自己 惩罚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指责啊 不管指责对方跟自己 其实我们都要试着用和平的方式 把这些声音都放下来 真正的去看待就是说 即使现在我们分离也要面对我们的失落 但是这样子的关系的一路上啊 或者是一趟走下来 现在的我跟过去没有遇到这个关系前的我啊 到底有什么样部分是成长了 真正的看见这个关系 可能也有为你带来那个成长的部分 嗯 OK 好 所以这本新书苏恬慧写的 亲爱的 其实那不是爱 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谢谢苏恬慧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王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在歌声当中 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 待会继续收听由Danny所主持的音乐一二三 同时pop抢线报的节目 明天上午十一点钟 继续跟大家再会了 我是王永和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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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的节目 在木马牵马隔光长望 爱情开始滋涨 善意有时会缺氧 嘴角不自觉上氧 这是不是幸福的现象 胸口微微的发烫 善意有时会缺氧 脸红不细不正常 这是不是幸福的症状 不知不觉有缺氧 Zither Harp 夜里埋怨的茉莉花香 月光洒落看不见忧伤 旋转路马前那个广场 爱情开始滋涨 善意有时会缺氧 脸红不细不正常 这是不是幸福的症状 不知不觉有缺氧 无法动的门声 就算没有人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萱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一二三 节目 节目 p